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感謝你們 OK來玩我們的ClearForStar 今天是8月10號 OK 明文又接近尾聲啦 剩下三天 8月9號的時候大家簽到應該都拿到那一張聖典格鬥家選擇券 應該都拿到了 如果你正常簽到的話應該都拿到了 來看一下好了 我看一下要放哪邊啊 這是之前的 我都沒換 特殊卡吧 這是之前的特殊卡 我都沒換 就到處再說吧 哈哈 到處再說吧 就是有時間限制的你可以記得要把它用掉 可能是到9月吧 活動開來的時候 我們在公告的時候都有看到 他們網站上的公告有 像這些都有一個時間限制 但是這邊看不出來 這邊看不出來到什麼時候 那公告上面對我寫啊 可能是9月啊 這個我也不知道到什麼時候 可以再查一下 不然我現在查一下好了 聖典格鬥家選擇券 我不知道這邊盾堂看不看得到 因為有時候從這邊他都拿掉了 8月7號日的更新 這不是啊 這是Bingo啊 不小心按到 來找一下 遊戲公告 沒有啊 這邊沒有一些 故事模式 這邊沒有告訴我們那個簽到的事情 變成說我要去網路上找一些啦 這邊 7月23 哎唷 媽 哎唷 活動時間到27號 持續登錄的獎勵是到27號 我找一下喔 這個啊 是這個沒錯 但是它是說到8月27啦 到8月27 沒有說那個道具的到期時間是到什麼時候 沒有寫清楚喔 沒有寫清楚喔 反正就大家注意一下喔 如果你們不急著把它用掉的話 這邊都可以換嘛 有那個最新的嗎 沒有啊 沒有最新的 摘世 沒有看到最新的摘世 沒有看到最新的摘世 但是上一期的這些伊莉莎吧還有那個都有 就少爺伊莉莎吧還有那個洛克 上上上期的那三隻都有 就跟我們混池一樣啦 那我目前為止沒有打算馬上用 我沒有打算馬上用的原因是因為你們看一下這個賓狗活動 就是說如果你不急的話 然後你還在考慮猶豫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隨機的 隨機獲得一個這個FES的格鬥甲一樣 就是說我打算等這個拿到之後 再來用那個選擇 看我缺哪一個 不然我選了某一隻雞我這邊又抽到那一隻 那我那記憶不就是 暴增 就是記憶你太多的話 對你也沒那麼有用啊 當下沒那麼有用 你必須要平均分散 讓你的那個打修到的時候 你覺醒比較能平均一點 所以我會建議啦 如果你跟我一樣沒那麼急的話 你可以等這個活動弄出完 全部連線的話 我會卡這個15 因為我們每天要登錄 他總共要登錄14天 那我現在還缺9天 也就是說9天後 可以拿到這個 這個聖靈格鬥家召喚券 那他這邊就顯示22天嘛 所以沒問題啊 然後你再配合那個選擇券 先使用這個看抽到誰 那你多一個選擇的機會 那這些賓果連線 基本上都能過關啦 比較難的 就這個而已啊 每天登錄這個比較久 其他都沒有很難 其他只是我就等啊 還有這個簽到 我們現在簽到才5天而已啊 基本上就是等簽到啊 卡15 還有這個24 這兩個 其他這個你硬要解也沒問題啊 就去刷金幣就好 因為每天這個express是3次嘛 那這邊還缺9次就是3天 這個還要3天 其他你想要硬幾也行啊 喔這個也沒辦法 這個要5天吧 喔這個還要5天 所以就卡在這些 這幾個有限制的 我啦 我是說我啦 那這些東西可能大家也都差不多吧 都卡在這幾個啊 不是登錄就是這個有限制的這幾個 好 大概是這樣吧 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如果如果你要 要我推薦 假設 假設我想要推薦的話 就打修羅道 這5屬 5個屬性 只選2隻的話 我會想要用誰 就是這5個屬性 如果你只 只用這裡面的指框角色 選2隻的話 每個屬性選2隻的話 那在這個條件下 我會想要選誰 因為通常會有一個位置 可能是你會放合作角 或是一些AS角 比較容易覺醒的 或是史詩任務角 或是降臨副本的那些角色 記憶非常容易獲得 那幾個 所以 我會選擇2隻的話 紫色的話 這樣好了 你應該要先選擇 有三氣卡的 再來就是選擇有攻擊性 攻擊型的 再來就是選擇 隊長技能還不錯的 像這邊隊長技能不錯的 這個 大概就 凡妮莎可以當隊長技能 凡妮莎因為 直屬性加35% 然後這個是直屬性加40% 呼喚醒呼拉也可以 好這真妹 不考慮 那這三隻都沒有啊 這個是櫻巢 然後這個也是櫻巢 然後這個是大蛇一族 所以屬性隊伍的話就是 如果你是想要找隊長技的話 就是庫拉跟凡妮莎 那如果你是想要找三氣卡的話 就是無名跟大蛇 那我自己是用無名跟大蛇 我自己會用這兩隻 那如果你們缺隊長的話 就是這兩隻再選一隻 然後配一隻三氣卡 看一下無名或大蛇 我覺得大蛇還不錯 大蛇那個集氣很快 那無名是技能放得很爽 放得很爽 打王也很快 就123123123狂放 大蛇比較慢 因為大蛇那幾招都把敵人打很 打飛很高嘛 大蛇那個覺醒爆氣之後 打飛很高就沒那麼快 傷害也沒那麼高 所以分析下來的話 我目前是用大蛇跟無名 那因為我本身有那個 牙神幻師的他的隊長技也是加個30% 35%吧 直屬性啦 然後加上他就是合作角 可以很好覺醒 好如果你們沒有那個隊長技 就必須要考慮這兩隻其中一隻 那這兩隻的話我覺得 酷啦比較好 至少加40% 酷啦 大概是這樣 給大家參考一下我對於這幾隻紫框 的建議啦 是針對打修羅道喔 不是打一些PVP 那藍屬性就很簡單嘛 這個七加色不考慮嘛 就 真靈跟那個洛克這兩隻 我現在是用這兩隻 這兩隻 因為真靈是那個藍屬性加40% 所以必選他 無界的話不建議 因為無界 他的技能不好連招 第一招是丟石頭7攻 然後第三招是把人家石化 他只有技能2好用而已 就不考慮 那雷歐娜的話我比較少用 那是 就看人啦 看人 然後這個是馬丘雅 下壓馬丘雅也蠻強的 但是我比較推的還是 真靈當隊長然後洛克 這樣子 我推薦這兩隻 那洛克的話三氣卡 必選 必用 有三氣嘛 大概是這樣 那洪屬性就比較尷尬啦 洪屬性這邊 沒有三氣卡 這個 應該不是三氣卡吧 好像沒什麼印象 這個漂亮的 他應該不是三氣 那我的建議是 我自己的建議是基斯啦 基斯可以當隊長 基斯是可以當隊長的 那路卡爾也可以當隊長 就基斯跟路卡爾 我考慮這兩隻 那 金朝金跟這一隻我就 鼓勵查理督我就 沒什麼推薦了啦 我推薦就是 基斯跟路卡爾 找終極路卡爾 這兩隻 我的推薦 因為都是攻擊型拳頭的 就盡量找拳頭的 然後是 有隊長技 然後有三氣卡 這樣子 那綠屬性的話 沒意外就是 高尼茨啊 綠屬性拳頭嘛 攻擊型 然後有三氣卡 他可以用史詩三氣卡 然後整個傷害也是 非常猛啊 非常猛啊 非常猛 所以這隻 有的話必選必用 那第二隻的話就是 少爺啦 少爺 少爺的話 也可以當隊長 綠屬性隊長 那這些 阿修的話 就看人了啦 因為他是防禦型 然後本身沒霸體 沒霸體 沒霸體 打那些小兵的時候 有時候被機器人 電得慘慘慘 所以我這裡推的就是 高尼茨跟少爺 兩隻都有三氣卡 而且都是拳頭型 攻擊型格鬥家 你如果缺個隊長技 你拍這保羅60% 萌萌萌的 保羅配上這兩隻也是很猛啊 因為保羅剛好有綠屬性嘛 而且又是 那個攻擊型格鬥家 攻擊力加60% 那黃屬性的話 我一定是推薦這個女靈 女靈超強 攻擊型 然後瘋八 瘋八當隊長 就這樣 這樣很猛啊 瘋八當隊長 女靈就可以一打全部了 一打全部真的是一隻打全部了 沒騙你們真的是一隻打全部 就是說 基本上靠他就能過關了 你另外一隻是雜魚的沒關係 所以是推薦這樣 那 我的推薦就是 重新複習一次就大蛇無名嘛 然後這兩隻挑一隻 如果你沒隊長技的話 可以折一 在這邊就是要自換掉一隻 那這邊是真靈 洛克 然後路卡爾 祭司 高尼茨 少爺 那瘋八 女靈 好 這個是我對於紫框角 選擇兩隻打修羅道的推薦 那大家參考啦 不一定是最好的 大家參考看看 畢竟每個人的實際狀況不一樣嘛 缺的也不太一樣 那我就來打一下吧 我今天掃蕩了嗎 啊還沒掃蕩一下 就12層 這個可以得70個 這只會多不會少 會爆炸多 然後這個每天13個也行啊 那我每天都很少很少打 很少打 我就來打一下 玩給大家看一下 那 綠屬性嘛 就換個套卡 呃 Kofi Kingston 我就覺得他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就是他的那個衝過去很蠻烏腦的 那我這個7加熱石是電檔的 反正他也有三氣 他有三氣卡 也行啊 OK 這邊平均要11等嗎 我有啊 就來吧 我就打個兩三關吧 因為我那個黃屬性會卡住 我先關自動 然後他的缺點就是沒霸體 沒霸體會發生一些事情 就是你很容易被對方給那個 打手霸體的話你就不怕說 你在放技能的時候 出現問題 他就缺點就是沒霸體 他小怪比較危險 Kofi真的很強啊 上一級的WWE都很強啊 然後 剛好又是免費獎 哇被他跑掉了 尷尬 這邊被他拖到時間了 好 這邊要拖到時間 欸 打錯邊喔 好 沒關係啦 無所謂 還是能過關啊 就阿修的技能也是把電打高高 你就只能 這樣接啦 好 Kofi第一招可以打暈睡很好用 他會很安全 你看我Kofi是 沒有吃297的喔 沒有吃297 還這麼厲害 戰力只有 2萬左右 所以其實你看這種角色 沒吃297膠囊都沒差欸 可以讓那個7家車出來電電檔 反正7家車有中毒吧 偷子技就是不好用啊 輕小怪還要打王 因為這種趕時間的地方 你投資技 比較要浪費時間 就沒什麼壓力就過了 所以說Kofi真的 我覺得很好用很好用 大家看到嗎 他技能1-2真的有點OP 那這邊就有紅屬性 反正 紅屬性的話 霸王玩阿 超猛 2萬6 2萬6 那你看喔 你們看這個平均11等嘛 所以沒問題喔 我這邊 14-13 10 沒差不會被處罰 11屍的話 通常技能1-2-3可以把敵人帶走 帶不走的話 你就5個超必殺 然後再換人 也行喔 只是他的 只是他的 TD 他放後邊很不好意思 他的那個技能1-1 不是馬上就 霸體無敵 但是還要再滾一下 好像是要放完 放個聯武阿 拖拖時間 就省一點時間阿 不放也沒差阿 這種聯武就是 你不能太靠近牆壁邊 會打不到後面敵人 像這樣 好啦換機師一下 好 好 很快阿 因為這關比較簡單 機師的話就 技能2-3 就爆氣之後2-3 因為等下放完再接 就是技能2 讓他打3下 然後再接3 所以我才說機師 你看我那個 甲鈴完全沒上來 完全沒出現 完全沒出現 還在60秒 也就是說 這個組合其實 根本無所謂 你知道嗎 其實你只要派2隻就過了 你如果怕他跑來跑去 你就不要放3阿 1-2就可以了 3是把他 揍到地板 然後他可能會霸體就閃走 那我這個 紅色的這個組合 其實只要靠2個角色就過了 也就是說 即便我 不上這個 複製靈的話 隨便上一隻 雜魚的話 只要符合這個條件 就OK了 所以我才說 機師 蠻猛的 但是主要是我爆彎彎 爆彎彎也很好 那機師當隊長 好歹還戰鬥力 攻擊力還有加35% 看看看一下吧 35嘛 然後複製靈也有加啦 複製靈是加35 但是他這個就比較差一點 綠屬性 減傷這樣 然後他這個是能量炒獲的15% 很不錯喔 激屍的 就你很快就3氣 激屍正常技能1 2 3過去 就 必殺就可以放了 3氣必殺就可以放了 所以我來說 激屍很推阿 傷害也夠 猛男猛男 那這邊藍屬性的話 就看一下吧 藍屬性的話 他平均要11嘛 那我把那個 我的那個 板田銀石 白夜叉板田銀石 給升到2星 那14 這樣平均就 超過11了 就來吧 打給大家看 這樣沒有被懲罰還是可以過 那3氣的話 我有板田銀石 還有那個洛克都3氣 那這個組合 真靈只是拿來當隊長 我覺得真靈就 沒那麼好用 那他就一般啦 對就 欸打到喔 太棒了 唉唷 被他 給我去那個 浪費時間了 可惡 就剛好被他跳上去 有所謂 有所謂有所謂 放他3氣吧 哇好爛 可以任性的放3氣啊 就我剛說了 最好不要在牆壁邊 牆壁邊可能會打不到 就這樣子 有所謂啊 無所謂啊 就是 板田銀石跟 洛克的必殺 不要放在那個角落 你會放不到 我剛好跟我說 2-3欸 我剛好跟我說2-3 2-3啊 我覺得還好啊 這感覺2-3連放還好 放不太出啊 我自己都是1-2-3放啦 然後我覺得這個 他都打很高啊 所以 我自己是1-2 1-2 2-3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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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2 1-2 2-2 1-2 直屬性也沒問題啊 直屬性 反正平均11 加減打一下 這三張三隻角落三七卡 會非常的強 這窩名就是全畫面的 完全不怕 不像那個板田隱石跟那個洛克一樣 不能再角落防 可惡的機器人 我這裡可以放三七 但他連我實在打太久 放一下吧 有沒有又miss掉那個獅子的 這個窩名的很好用 還有大蛇的全畫面 就不管什麼角度他會打得到啊 就會相對很好用 所以窩名跟大蛇很棒 他們的三七 全畫面 就不用考慮miss的問題 那這種我都是123隨便接 你怎麼一直跑掉啊 公主要那麼低啊 快沒有把他滴在角落 結果我的傷害都跑光了 大蛇的話就這樣 我覺得大蛇就沒那麼好接 就123我也是123 只是就比較慢 就不要讓他落地 你不讓他落地的話 然後他就沒有機會翻滾跑掉 好放一下混 哇怎麼那麼難打啊 我是不是沒裝卡嗎 沒裝卡嗎 沒打那麼久啊 他到底吃了我幾發傷害 不死了 直接暴行 這邊我就12啦 我自己是12 因為三太慢了 一樣不要讓他落地 我有被處罰嗎 不知道應該沒有啊 怎麼打那麼慢 我覺得有點慢啊 OK那黃屬性的話我目前沒辦法打 我如果要打的話 紅綠黃 因為他倒過來 我要打的話要把夏洛特給 升到2C 然後至少要16 LV16 因為這邊要平均12了 對我平均 16嘛 然後平均下去才是12 然後或者是我覺醒 女靈 但是我就暫時不要 我有說過我要等一下 等9天後 隨機的那一張先用掉之後 再來決定我要用哪一隻 因為我藍色的也有點缺啊 藍色這邊還缺一下 可能想要覺醒洛克吧 不要想要覺醒洛克 OK那這樣就缺黃屬性啦 我目前是這樣 這個 禮拜一我再把它換出來 因為我們禮拜一可以換那個 其實要急著換也行啦 就是 交易所可以換那個記憶啦 這我都夠啊可以再換 只是購買完成 因為現在改成一個禮拜 刷一個啊 OK那這一期就 嗯 主要就講了我 之後我想要先把這個弄出來 再去選擇 再決定我要選擇什麼 然後第二個就是 講了五個屬性 如果要挑兩隻紫框的話 我的建議是哪些角色 大家可以朝那些角色來挑選 然後第三個就打了修羅道嘛 打了四關 我現在缺黃屬性 是可以再弄啦 就把那個我夏洛特給覺醒上去 就可以打了 那就先這樣囉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好不小心又玩了半個小時了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KO服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